去到這條Bel 了 這條Bel 也是我今次的誠意推介 雖然是小小的一件食物 但是我覺得這條Bel 是為我今次配襯的風格上 有很大的幫助 不論是這一條褲 或者一些碎花裙款 因為我今次有很多下身款 但只有一條褲 你說出Bel 的機會 可能比例上會少了 除了我現在這樣配襯的穿搭之外 我有這樣配襯的 就是襯下一個這樣 然後再 我把衣服全部放進去 然後再這樣 這樣配襯的效果也是很好看 也是蠻有驚喜的 當然這個款 因為它是可以做回 扣 所以你這個款 如果襯一些連身裙款 或者是襯冷衣 你需要做回一個修飾的點絕 你也可以襯到冷衣 或者一些連身裙款 這個是一個復古感 很重的古銅式磨砂 D字扣真皮皮帶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推介 但是前兩天的直播 我已經有說 是極之推介這個皮帶 它那個扣位 都相當之滿 也不需要擔心身形的考慮 你看到這個 已經是很出色的 一個加分位 因為我特意 我知道我自己會穿 這一雙黑色的鞋 所以我特意穿在這一邊 那我可以展示 將這個 收起來 就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兩個連接座 再襯這個袋子的配搭 也是幾有 耳目一身的感覺 因為 我現在這條褲 其實那個整體風格 是偏向Casual的 但如果你想戴回型格 少少的 你一定要拿回一個 比較Lady少少的袋子 對 襯回一條 比較型格的 Bel 那你就可以將 你想展示出來 那個感覺 比較豐富一點 甚至你只是 襯一件T 和一條牛仔褲 但是你想 戴回一個 比較有Style 強烈一點的 那個效果 你就要 襯回這些 少少的飾物 去配襯 非常推薦